车队管理精益求精 用科技达至降低成本 成本控制一直都是企业生存之本 而车队的成本控制 就是物流企业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然而又如何监控车辆 驾驶员的管理工作 对从事由宗生意的得益有限公司来说 常常面对了许多车子和司机的棘手问题 那在管理车队方面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很多问题 有时有遇到车坏在路边 要找人去维修的时候 那个地点都不懂在哪里 然后也是有遇到偷油死 或者偷轮胎的问题 没有打这么多油 可是就claim这么多钱 在还没有数码化和定位系统的年代 管理者就无法得知货车的状况 如今得以使用明讯的 M-Drive网上车队管理方案 就可以让用户通过网络或手机APP 追踪车队的位置 驾驶模式及效率 大大提升对货车监控的透明度 还有服务的品质 这个是它的主页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台网络在哪里 比如说这台 我就click 就可以看到这台网络是在这边 如果我要看它的报告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 车是没有在跑 所以速度是零 这个是它的汽车 这个是电池的充满 如果电池不够电了 我们就知道电箱已经不够电了 其实这个M-Drive 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的卡车去到哪里 比如说那个地方都是一个黑区 很多问题发生的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地方 划一个圈子在系统里面 卡车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会收到信息说 你的卡车已经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注意 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油室的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油桶里面有多少油 那个用油的那个圈 填了油过后 它的Graph就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油慢慢下 比如说它的油是走走走 然后突然间这样直直下来的话 就代表这台罗里的油有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这个idling report 就是车没有跑 可是engine在start着 就是会吃油的一个动作来的 因为他们在做工 然后又要里面冷气冷 所以他们就把engine start着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们一天engine start着多久 so idling time 我要看超过五分钟的 26分钟 engine跑着车没有跑 14分钟 54分钟 M-Drive不仅可以监看 司机的驾驶态度 并记录驾驶是否有超速或不当行为 还可提高公司的生产力 德意曾经使用其他供应商 类似的服务 但在价格 技术和服务品质上 却不尽理想 主要差别是价钱方面 之前那个系统我们用了好多年 可是唯一我们会转去M-Drive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价钱 比之前那个系统便宜很多 然后功能也差不多一样 唯一一个我可以看得出的就是 它的sever downtime 因为之前那个系统 时常会发生sever downtime的问题 可是目前用了Maxys 就当然有一两次了 可是不是很经常发生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转去用 这个系统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Maxys 是一个大品牌 那个信心会比较好 德意透过科技的方式提升管理水平 不只减少了经济损失 也让货车能更准时抵达目的地 从节省而来的成本 之后又可投入在扩展车队的规模 德意透过科技的运用 让公司达到了更精益求精的管理素质 也加速了企业的拓展